大家好我是野部 欢迎观看蜘蛛娘系列第77 今天又是爆肝的一天 看着这么勤奋的鸽子 是不是应该对他使用数字三连呢 承接上去激情 男主的那个白发少年相遇后 下午的课也没去上了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学校里来了很多记者 事务记者们都知道了 上层精子有一个男朋友这件事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男主决定提前离开 但还有一件事男主特别在意 那个白发少年到底是谁 在记忆中自己确实不认识他 但第一次见面的他 却对我说了之后再见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那个美人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以及他和蜘蛛娘的气息十分相似 在回家的路上 男主遇到了一个推着轮椅的女人 跟着一段距离都能听到 那个女人的闯气声 就像是得了很严重的肺病一样 女人慢慢的推动轮椅来到男主面前 恶恶恶的盯着男主 男主不禁意打了个喊战 那个女人刚刚事实在盯着我 难道说是在这个地方等着我的啊 怎么可能 一定只是我对那个白发美人太过在意 才知我一时过剩的 不断的暗示自己 男主的越来越清楚 直到彼此擦肩而过 男主才慢慢放松下来 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了舒服的教导 不能光凭外表妄置判断一个人 结果下一秒 那个女人就回过头对男主说道 小黎 请问一下 你是小黎没错吧 笑的男主不管三七二十一 拔腿就饱 在这个世界上会叫男主小黎的直友 唇眼 舒服 还有那个疯婆子 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出现一个坐在轮椅上 表情十分恐怖的女人 叫出这个绰号什么的 对男主来说 跟金子满血复活一样恐怖 跑到车上 下一帮车还有十分钟 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但却能感受到 那个女人身上 有着十分恐怖的危险气息 最终男主成功搭上电车 虽然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那等自己 甚至还叫出了小黎这个绰号 但想到家里还有那个交伙在 就感到十分安心 下了电车后 男主拿出了背包里的清单 没错 今天是超市食材特加日 就在这时 坐着轮椅的女人 从电车上下来 可让我找到你了 小黎 你现在有时间吗 画面转两人来到一家茶馆 女人不正经的说道 还真是挑了一家 气氛不错的茶馆呢 不过若不建议的话 我还是想请你到我的房间里来 男主回道 真是抱歉啊 最近我就像柯南附体了一样 去拜访谁家 谁家就遭殃 所以容我拒绝 虽然再问一次 很不礼貌 你到底是什么人 又为什么追着我 此时电视正在播报一个 名为奇赫有力的再逃犯 奇赫有力 我就这么自保名称 应该可以吧 是吗 那我可就要报警了 要是我把警察叫来的话 你就不得不证明 自己的身份了吧 要是那样的话 我就只好拼尽全力逃跑了 用那副轮椅吗 就算是我的话 也能拉住你 不让你跑的哦 到那时候我会大喊救命 有时来要袭击我之类的 两人经过了一番愉快的聊天后 开始进入正题 男主询问对方 是怎么知道小黎这个错号的 女人兴奋的回道 果然 你就是我正在找的小黎吗 以及附着在你身上的 将这两个点 与我持有的情报 互相应征的话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的男主 打动了他的自言自语 请你等一下 你说我正在被什么东西附着着吗 对方敷衍的回道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能够比预想的要快的达成目的 真是太好了 原是掏出钱后准备离开 男主这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单纯的被套话了 气氛的上前阻止对方 等等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推着轮椅的女人 有些不耐防的表示 一开始我也只是问你 有没有时间和我聊聊天的吧 我可从来没说过 要回答你的问题哦 终于一天我们会再见面的 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在那之前 请好好保重身体 不过要是什么都不告诉你的话 你外面也太可怜了 那么请说我无力的给你提个建议吧 要是你珍惜生命的话 就把它杀掉 那个一直藏着你身边的怪物 幸好对那个怪物来说 你是比较亲近的存在 也就是说 有你下手的话 应该能够成功的杀掉那个怪物吧 不这么做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虽然知道你现在下不了手 要是你哪天改变心意的话 就跟我联络吧 顺便提个醒 那张照片上的人 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存在 要是遇到了的话 绝对不要告诉那个男人 关于你的任何事情 先是在学校遇到记者 之后遇到那个少年 最后还遇到个奇怪的女人 今天真是不适合出门的一天 推开家门 蜘蛛娘乖巧的坐在悬框上 等着男主回家 男主上前摸了摸她的猪头说道 我回来了 蜘蛛娘小脸一红扑向男主 张开小嘴咬住了男主的脖子 伴随着瞬间的疼痛 快感吸卷了男主全身 此时男主的脑袋里 实不可的事吗 我们约好了的 只要他还愿意待在我身边 我就会好好照顾他的 对现在的我来说 就在这时 开门的声音打动了男主的想法 在这个时间出现 真的非常抱歉 晚上好 我是明星留声 请多多指教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对漫画后续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至于收 也可以关注一部up主 希望看过的各位不要剧透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